這時候X媽也出來了 嗨小月兒 再來是我們的小飛哥 親了小月兒 非常有父親的感覺 王小飛開口說 丈母娘上車唄 丈母娘上車唄 就是說 要我陪孩子去陪爸爸吃飯嗎 拜託我陪孩子去的 王小飛過前期豪宅而不路 中途下車 S媽帶孫婦約 大還是拜託我的 次第王小飛4月1號 移降肉台灣 都會抖音IP定位泄密啦 阿姨就堅守崗位的張嵐 在直播時看見這句留言 小飛在台灣被偶像會頭子綁架了 嚇得直呼 你這又瞎說吧 專身就要打電話確認小飛的安全 粉絲爸爸剛才罵我的那個弟兄罵 你別老在陰角的陰暗的角落裡 嘎嘎嘎嘎嘎嘎嘎 給我有什麼用啊 你有本事來 你到藍姐這兒來 你看我怎麼踢你 看我怎麼黏你 事實上呢 汪小飛被嘲諷750萬後 提出債務人意義敗訴 這趟來台灣可能是處理訴訟 或S Hotel的公式 加上三年沒見過孩子 最強狗宅葛思琪也直擊到 汪小飛死於二號的行蹤 是和家人共享溫馨晚餐 小朋友下來了 首先是男孩兒子先下來 乘了樓梯 還剩下兩屆的時候 他非常漂皮的跳下來 那麼開心 蹦蹦跳跳的 非常活潑 非常非常可愛 這時候X媽也出來了 嗨小月兒 再來是我們的小飛哥 現在小月兒 非常有父親的感覺 汪小飛開口說 丈母娘上車唄 丈母娘上車唄 汪小飛在此時此刻 在昨天稱黃春梅為丈娘 他們兩個之間的那種 依舊的稱謂 還有不變的一個身分 就你們互動還是跟家人一樣 對不對 是啊 孩子的爸爸 他陪孫孫去看爸爸 跟爸爸吃飯 吃啊 天天吃啊 醫院有說什麼嗎 醫院就 就是說 讓我陪孩子去陪爸爸吃飯啊 是他 是他的啊 所以他同意的 他拜託 他拜託 拜託我陪孩子去的啊 這時候車子回到了XR住宿 下車的就是一家室口 包含保姆 但是小飛哥已經不在車上了 小飛哥是過家門和無路 選擇用走路的虛鬧區 他人已經默默地走了400公尺 到了市區 避開了豪宅住家 過去裴裴小飛 我的媽啊 你們把新聞看得是偶像劇 還是灑狗血的一個劇情啊 上次死心塌地 跟了王小飛五小時 直到晚上11點多 王小飛坐車回到S Hotel 才遇上記者搭搭們 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回到台灣跟回到家一樣 饒了他吧 他就來看孩子 他自由吧 家務是不要再去 是 在媒體的反面 可是 他們目前沒有要和好的可能 對不對 當然婚都結了 水果都吃肚子裡都拉出來了 吐出來 我想揍他們 我的人生就是好聚好散 尤其是家人 我們一定要為兩岸和平做貢獻 來解一定會以身作德的 好嗎